严格林 密语者 第一章 这人问乔红梅是否记得她 她看着她跟着一个高大的美国男人走进餐馆 然后两手松松的抱在胸前 一只脚须之出去 站成一个美好的消极姿态 她说乔红梅就这样和她脸对脸的站了半分钟 等着领位小姐指定餐桌 在那半分钟里 她向她笑了一下 她的座位迎着门 她认为乔红梅不该错过她的笑 她那时手里拿着打开的菜单 正打算点菜 听见一个异国情调的女生说 还好 人不多 她一抬头 看见了她 乔红梅 下面 就是她给她的那个赞赏的微笑 很少有人躲得过她的笑 男人 女人 熟人 生人 都躲不过她火力极强 命中率极高的笑 她这样告诉她 乔红梅嘟到此处 歇一口气 往上来的这个人显然把她昨晚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 口气稍稍有那么点放肆 但她喜欢她的行文 是尼尔和艾米利的融合 她说乔红梅跟在她丈夫身后往窗口的餐桌走 长头发的清爽气味她都闻到了 她走过每一桌 眼睛不湿体面的撇一下桌面上的菜肴 或者围在桌边的面孔 就在这时 她见她转过脸 她是朝她转脸的 这人判断道 因为每个被盯得太紧的人都会感应到一种危险 一点都不是玄说 尤其对她这样一个感知丰富的女人 她说她看去28岁 最多30岁 但她知道她其实不止了 好了 乔红梅朝身后扫一眼 眼光在她脸上逗留了一下 至少她认为有那么个逗留 这往上来的多情人 她看她丈夫替她脱下外套 随手拍了拍她的脸蛋 她那个轻微的躲闪并没有逃过她的感觉 她说真好啊 证明她的肌肤还没有麻木 还会拒绝毫无意味的触摸 她问她是否自己设计服装 柔软而皱巴巴的麻痣长裤和坠玻璃珠的凉鞋 使瞧红梅惊人的性感 斜石脚基本裸露 脚面上闪着几颗无色透明的珠子 她刷得起一身鸡皮疙瘩 先四周看一眼 再看写字台下的脚 有这样露骨吗 脚也可以勾勾搭搭的 确实如此 细带上的玻璃珠露珠一般 汗珠一般 她的丈夫从来没有过问 珠子怎样从窗帘上到了她脚上 发着性感暗示 让能够领会的人去领会 她并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也很精神 是老了一点 没错 但总体来说蛮好 很配她 总体上 在一切人眼里 除了她 她看的不是总体 乔红梅想 离间来了 不过都不重要 对不对 她说下去 带一点欺负人的独裁腔调 也有一点失忆和多情 掩藏在薄情下的多情 女人谁受得了这个 她说重要的是 她看出乔红梅对丈夫整个是封闭的 对不起 这儿她不得不提到心灵 她要她原谅 她用了心灵这种奶油兮兮的词 要她千万别把她当成一个奶油兮兮的爱耍文学枪的人 她看到的不只是她对她丈夫的封闭 大致上 她对整个观赏环境心灵都关闭着 她解释说 我并不想挑拨你们夫妻关系 我绝不是这意思 她就是这意思 她心里说 她的丈夫是个爱说笑话的人 一看就知道 可她误认为把妻子逗笑就没事了 她看乔红梅在丈夫抖出包袱时 仰伯哈哈了几声 其实她一直在跑神 丈夫自己笑得面红耳赤 她了 称怪的邪逆她一眼 表示被这个不伤大雅的黄笑话 小小得罪了一回 向所有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妻子 向所有无救的美国良家妇女 从男人侧重法幸免的肮脏中得到一点小小的娱乐 同时拿出管教她们的姿态 可她看出 她在装甲 她说她从来没遇见过像乔红梅这样的女人 装甲装得这么棒 她对于她的丈夫 是作为一个密语者 喘气而 吃饭 笑 因此这人对乔红梅深深着了迷 写到此处她另起一行 说她得到乔红梅的email地址 是偶然也是必然 她大可不必惊慌失措 乔红梅在键盘上啪哒哒哒的敲击起来 说她并没有惊慌失措 只是觉得这个游戏玩的人实在太多 她就不想玩了 并不难猜想她得到她网址的手段 她的学校 图书馆 她许多熟人和半熟人那里 都能找到她的网址 如今网上卖机票 卖电话卡 卖CD 卖书 卖二手货 她的网址他们都有 她从来不问他们获取她网址的手段 是光明还是黑暗 她告诉她 她每天打开信箱 90%的造访者都是她这样花言巧语的陌生人 提供她高利贷 逃税方法 赖账手段 提供她降价首饰 护肤良方 色情娱乐 男计或女计 难道她会惊慌失措 她把她对这人的一点动心藏在邱巴士语言后面 然后她泄了她的奉承 她马上回答了 她说奇怪 乔红梅怎么把她的话读成奉承了 她并没有称赞她美丽 并且她真的不认为她美丽 着迷在英文里是死心眼的好奇罢了 她对死刑犯 妓女 政治小丑都着迷 乔红梅意外了 许多人说她是美帝 这人倒让她碰了一笔子灰 她眼睛搜出她那句惊人的性感 发现她语气冷静 客观 还有凌驾知识 她想她这样轻微的羞辱她 倒是突然拉近了她和她的距离 她突然可信了 实体化了 她想她可真是见骨头 她让她的虚荣心落空 她反而来了和她交谈的尽头 她的手指敲击起来 她说 谢谢你的直爽 不过我不习惯和一个陌生人议论我自己 她读了一遍 把其他字刚除掉 只留下谢谢直爽 这样好 酷 不动声色 她看这个句子时 会看到反手围攻的她 带一个老手式的浅谈 意思是 来吧 看咱们谁先把谁斗急 这人反应很快 说她不认为直爽是美德 你就不直爽 你这谜一样的女人 有挑逗的意思了 瞧红眉站起身 想缓冲一下此刻的兴奋 她竟然非常恋战 她把她看成谜之后 其实她对她也形成了一个谜 她拿起茶杯 喝一口水 发现什么也没喝着 杯子是空的 她得缓冲一下 她让这个不知底细的人顺着电线这根藤摸过来了 绕过丈夫格兰 摸进这间14平米的书房 瞧红眉在镜子前面站着 按她描写的模样 一只脚须知出去 她拼命地想 昨晚餐厅里的人 所有的面孔 却是怎样也记不起了 但它是存在的 陌生的存在 渐渐有了形态和质感 有了滴滴的体温 就在这间16层楼上的屋里 在她浑然不觉的丈夫隔壁 瞧红眉走出书房 向厨房走 手里拿着空茶杯 她忽然抬头 见丈夫格兰一身运动装束 格兰说她出去跑步 回来一块吃早餐 她说好的 祝你跑得快活 她深棕色的眼睛 在她脸上多留了一会 她问怎么了 她说很好 你看上去气色很好 你也是 她说 她正要回书房 门又开了 格兰把一个快递邮包 从门缝里塞进来 她拿过邮包 猜出里面是两本书 格兰做教授的第一大优惠 是买书前可以冲睡 所以她隔一天就有一个寄书的快递邮包 她隔着茶几把书往沙发上扔 没扔进 落在地上 她不去理她了 端着水往回走 又觉自己态度有问题 再走回沙发 捡起书 放妥 杯里的水洒在格兰真爱的古印第安地毯上 据说图案上的红色是取某种虫穴染制的 尤其是 为什么还会更加努力